大家好,我是小班 我今天就要去石河子了 第一次知道有这座城市 还是在高考田自愿的时候 没想到今天就要去这座城市了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 等一下就要从这里坐车去石河子了 乌鲁木齐和石河子非常近 坐火车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坐车要过两次安检 第一次过安检是进入广场 然后要进入后车大厅还得再过一次安检 所以大家一定要早点去火车站 免得赶不上火车 而当火车到达石河子站之后 出站的时候也有两个通道 一个是过去14天内 没有出过新疆的游客通道 另一个是过去14天内 有过江外旅居时的游客通道 江内的只要提供行程码就可以了 江外的好像需要有核酸数据才行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出站的时候 停走在前面的人在抱怨 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火车站 石河子出站口 具有公交车去往市区 可以用现金 当地的交通卡 或者某新的乘车码 而某宝的乘车码 好像还没有开通这个城市 石河子的公交车车内环境还不错 车窗外的城市环境也很好 一路上也看到有很多在建的楼盘 有些楼盘好像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这整个一片开发完了应该会挺漂亮的 看来近几年石河子的发展应该还不错 你们知道吗 石河子其实是一座建在戈壁上的城市 如今这里已经完全成了一片绿洲 是不是很意外 石河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 但是真正大发展还是在上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 算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了 大家知道石河子的全城叫什么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 是不是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这个大概除了石河子本地人之外 估计全国也没多少人知道的 既是师又是市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建制 是我国省级行政单位中 除了省、直辖市、自治区之外的一个独特机构 这个机构就叫做建设兵团 石河子就是曾经的新疆建设兵团的总部所在地 这座城市也是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造的 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军墾文化城市 也正是因为这是一座绿色的军墾城市 所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由军人及其家属 以及一些自边的知识青年等组成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所以石河子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 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体现 可以说是新疆最特别的一座城市 不过现在这里和普通的城市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一样的城市道路 一样的城市车流 一样的城市高楼 一样的商场超市 一样的小区夜市 以及一样的外卖小哥 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石河子 已经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城市了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了 这个在城市中随处可以见到 接下来几天我就会深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 然后再和大家来分享这座城市的旅行经验 好了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视频的内容 麻烦帮忙长按点个赞 关注或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